在台北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林忠斌說 不管是剛八點或是李六條都可以放到談判出上 但他指責北京只是一言堂 孫兆勤說說 您好 觀眾朋友 歡迎您收看焦點訪談 1月24日有關廣東靠椅山隧道他方施工單位弄虛作假的事件 在焦點訪談節目披露以後 中鐵11局黨委認真總結教訓 除了對有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以外 還做出了三項決定 一是在全局進行一次自傷而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教育 並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頓 二是開通局領導的熱線電話 直接接受基層的各種反應和監督 三是加強規範化管理 嚴防此類事件在此發生 我們今天焦點訪談的話題從互聯網談起 我們知道互聯網可以說是通向世界的一個窗口 它通過一條條電話線一台台計算機 跨越國界把整個世界都連在了一起 然而通過互聯網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 作為一種新興的高科技犯罪也隨之而來 99年11月國際互聯網上一個設在國內的淫秽網站 引起了河南省公安機關的注意 發現有幾有幾個網站都連接了一個名字叫 酷美女網際樂園的淫秽網頁 這個網頁上有大量的淫秽圖片小說電影剪輯 通過技術分析我們發現這個網頁建在我們省 商丘信息港 安陽信息港 以及四川雅安信息港的免費主業服務器上 我們分析這間國際互聯網上 製作傳播這樣大量的淫秽礦石物品 性質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當即就通知商丘市公安局離岸偵查 通知有關單位密切協助大力支持 要求我們的計算機檢查民進 日夜在網上跟踪守候 經過20多天的網上追踪和技術取證 公安干警發現作案人員不時對這個淫秽網站進行維護 不斷更新淫秽內容 經過技術分析和取證 99年12月17號 公安機關一舉將兩名犯罪嫌疑人抓獲 並收繳了作案工具 這就是兩個犯罪嫌疑人作案用的工具 通過這兩台計算機 他們把他們所製作的七個色情主義 傳送到國際網上 現在兩台機器中仍然保存有大量的色情圖片和色情小說 總共這個數量有多大呢 總共的數量在這個色情圖片 在他們兩個機器中間現在還有一萬多張 其中這個色情小說 大概是240多片 其中還有大量的這個小電影 動態小電影 隱晦小電影 大概是120多片 雖然案子已經告破 一個月的辛苦有了回報 可是幹警們並不感到輕鬆 因為兩個犯罪嫌疑人都很年輕 秦如楊可23歲 是大學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 何四皇24歲 他們都是電腦和互聯網的愛好者 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在網上這個製作 三部這皇子因為東西是違法的呢 不太清楚 現在看 你當初有沒有想到你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個地步 也曾想 偶爾也曾想到過 從看到那條例以後 也曾想到過 後來就是因為就是想著 也有 這麼大 互聯網這麼大 有可能就說 偶爾你會 有什麼找不到你 就存在那種偶然性 有這種僥倖的心理 何四皇楊可曾經在鄭州辦了多起電腦培訓班 但由於競爭激烈 業務一直不景氣 99年初 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孕育著巨大商機的互聯網 一次偶然的機會 他們進到了國外一個介紹產品的網站 沒想到隨後不久竟然收到了4美元 這是他們從網上掙到的第一筆錢 這堅定了他們放棄電腦培訓班 主要從網上掙錢的決心 你搞這個色情網站這個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一開始是因為是是好奇啊 後來是你看能已經掙到一定的錢 就覺得也就知道這個 就後來就繼續要做就是因為這個問題了 其實網上掙錢的這個方法和手道很多的 那不一定非得搞這種色情網站呢 因為這個這個訪問量好像比較快能升上去 你訪問量大的話 就無形中你會帶來一種無形的 就是一種無形的利益吧 無形的就是說你放有廣告的話 你無形中你點擊廣告 就無形中就增長了 你的廣告費就無形中增長了 就職業的好處就給你們帶來廣告費的增多是吧 他們在網上一個是騎外國公司代理廣告 收取一定的廣告費 這總共收了大概有五百二十美金 這是從外國廣告公司寄給他們的匯款支票 還有一種就是他替外國的一些公司介紹會員 從中收取一定的終結費 這大概總共賺了一千五百美金 何素黃楊可合夥製作的銀匯網站酷美女網局樂園 共設有六個銀匯欄目 為了提高訪問量 撞到更多的收入 他們從國外的成人網站中下載了大量銀匯圖片 並且購買銀匯光盤 從中剪輯製作銀匯內容 為了逃避打擊 他們仍在鄭州 卻用假身份在國內五六個信息港上 申請了免費個人主頁 延匯內容就有風扇存放在這些主頁的下面 他們審清個人網野做的時候 這個網野都是健康的 是沒有什麼荒唆內容的 比如說這個汪級傳說這個網野 就是他們在賞牛信心缸 審清了一個個人網野 從這個網野 顏面上看 看不到任何荒唆的內容 這裡面的那個欄目 電擊的話 也照不到印匯的內容 從這裡面是進不到的印匯站點裡面去的 只有敲出它的語名 喬出它的語名做一下鏈接 喬出語名以後 就可以進到庫民軍 汪級樂園這個荒唆網站 他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 把他這個審清的網野做成一個健康的 在它下面 隱藏著陰匯的東西 使我們監察 在使我們監察的時候 發現不了它 發現不了這個荒唆 這是一些點心的 用互聯網 製作穿搏陰匯物品的 高科技手段反對 這個反對 以英力為目的 以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為對象 它的反對手段 相當隱蔽 增破工作也比較困難 但它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這幾個案件 在短短的五十四天時間內 他們就自作穿搏 陰匯圖片一萬多張 舍清消瘦一百多部 方文量大三十多萬人次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它的穿搏速度十快 穿搏範圍之光 影響之大 是我們國局很少見到的 互聯網在我國的發展 可以說是非常迅猛 目前我國上網人數 在以每半年翻一翻的速度增長 但是各種利用 互聯網進行犯罪的案件 也在不斷增加 我身的情況看 類似商丘這樣的 在互聯網上 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案件 呈善神去世 除了製作傳播陰匯內容以外 其他像黑客工界 造謠火中 誹謗他人 傳播計算機病毒等 案件也是有發生 這類案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作案首發 隱蔽 因利利作案多 影響便大 作案人員多數是青少年 這些人 資產比較高 有一定計算機方面的知識 但法律意識普遍淡薄 從你本身來講的話 你覺得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 本身原因 那當然還是因為我的意志不堅定 因為學對這個法律觀念 一定是淡薄 因為按說像我這樣 大戰畢業應該對法治比較 應該在現在時候 年輕應該比較精通 但是我對這個方面 認識卻比較肥淺 這是我主觀 如果對這個法律 我認識觀念深刻造成的 如果我法律觀念深刻的話 也不會犯這種錯誤 對不起家長 對不起父母 對不起老師 誤入其 非常後悔 真是非常後悔 我覺得 反正我學懂 是比較努力的 譬如說 當時像血耗掉之後 一會兒摸到一個耗的前途 就是後來一年之差 走到這一步 確實很後悔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現在上網的著述身 就很年輕的人 那你對他們有什麼忠告沒有 那我實際上 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做 一會兒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多考慮 多留一些相關法律指示 就不要再做上我這條道路 為了保障互聯網的安全運行 保護正常的秩序 加強對國際互聯網管理 我國有關部門 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 明定禁止不得在互聯網上 進行我國法律法規 不許可的違法犯罪活動 並且相關部門 從上至下 加大了對網上犯罪的 監管和打擊力度 其中我國信息網絡的發展 我們國家實行國際互聯網以後 就在完善法治 加強地方 同時在公安機關也建立了一支 有國際的 在這個上面 總是一些非法活動 認為神不知鬼不覺 我想 只要我們進一步完善法治 加強管理 維護我們國家的信息網絡安全 對這裡的違法犯罪的活動 加大打擊力度 我想 是能夠進一步促進 我們國家信息網絡的發展 據記者了解 這兩名犯罪嫌疑人 製作的淫秽網站 現在已經被關閉 他們因為觸犯的刑律 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國際互聯網深入千家萬戶 確實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而加強管理 使互聯網能夠健康發展 也確實是我們今天 面臨的重要工作之一 通過這件事 可以說給了我們一個教訓 再有一批美軍 到了菲律賓南部 準備協助